TVBS成間快訊 帶您掌握國內外的重點資訊 首先要帶您來關心 現在全台關注的焦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遭到羈押禁見 現在還有民眾 把他被上銬的照片 貼在新竹老家的門口 我們看到他是放置了 教養出貪污犯柯文哲的紙板 那麼網友是認為說 這不應該要來牽連家人 柯媽媽心情不平靜之外 但是他非常的堅強 而柯爸爸目前正在住院當中 身體恢復的狀況是不太理想 不過也有網友覺得說 這是應得的回力標 但是現在可以確認的是 柯文哲的家人們 正在面臨雙重打擊 那麼至於柯文哲的妻子 陳佩琪 現在也傳出了要來提早退休 我們來看到陳佩琪 她是在提早退休 是聯醫證實的消息 那麼這項消息 現在我們來看到她說 原定是11號 12號 19號 以及26號的門診 現在全數都停診之外 或者是由其他的醫師來代班 那麼陳佩琪在年初的時候 情時她也曾經說過 將會在今年9月來退休 那麼如今提前的停止看診之後 也等同於就是證實了來提前退休 緊接著要帶您來看到國際的消息 俄羅斯的總統普欽 是聲稱要來力挺賀錦麗 不過這樣的說法 是也引起了川普的反應了 我們來看到俄羅斯總統普欽 他是說支持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 那麼這話一說出口之後 前總統的川普 他是說明了 他說不知道普欽的支持 到底是羞辱還是幫助呢 那麼普欽是提到了 賀錦麗的笑容有具備感染力 而且他也回顧過去支持拜登 而且不是川普 不過今年美國司法部 是起訴了兩名俄羅斯的公民 涉嫌利用資金來干預選情 雖然說是沒有明確的指名候選人 不過也讓多方認為 俄羅斯試圖支持川普 但現在看來兩者是有差異的 緊接著我們鏡頭 回來看到了國內的消息 廟宇的香煙一直飄到你家中 那麼這樣子你受得了嗎 那麼來看到這一則的消息 是來自於在台南 有一名女子 她就是因為不滿廟宇的燒香的煙霧 一直飄進到她的家中 那麼她就提到了 她當時就把香爐中的現香拔起來折斷之後 是向香爐來灌水 那廟方因此就覺得很生氣來提告 那麼台南地院也認為說 這一名女子她是無意來褻瀆宗教 但是行為上已經涉及了毀損罪 所以說會判處她五千元的罰金 另外法院也指出 這一名女子的行為是欠缺尊重他人的財產 並且是沒有跟廟方來達成和解的 這是判決的重要考量因素 最後要帶您來看到 這個讓人非常不舒服的狀況 甚至遠景還因此丟了官位 來看到這一次新北市警察局公關室的主任 黃碩傑 近期是被爆出說 她在媒體參序的時候 直視女記者的胸部 而且引發了性騷擾的爭議 並且導致說她被拔官調職 那麼新北市警局回應了 她說是認定到黃碩傑酒後言行失當 因此決定要將她懲處 並且改調到非主管職的職務 那麼警局還強調 她說對於遠景涉嫌性騷擾的情勢 絕對不會護短 而且會積極的來做查辦 以上就是今天的成間款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